提起中国的著名岛屿 大家会想到我国的报道台湾 又或是旅游圣地海南岛 而台湾岛与海南岛 也是我国岛屿排名中 位列第一第二的岛屿 那有谁知道排名第三的岛屿是什么吗 可能很多人都想不到 就是上海和江苏共有的崇明岛 这里或许又有朋友会问了 崇明岛我知道呀 不是属于上海吗 上海还有崇明区 那与江苏共有又是怎么回事呢 欢迎来到地球记 我是阿聪 喜欢我的视频 辛苦点赞加关注 其实这也是很少有人关注到的 这里就必须了解一番崇明岛的历史过往了 崇明岛位于长江出海口 是中国也是全世界面积最大的沙岛 整座岛屿由长江每年携带了泥沙冲击而成 其面积至今还在不断扩大 如今的崇明岛面积达到1200.68平方公里 其岛屿东向大海 北西南三面与江苏省隔海相望 西南则背靠上海 很多人都知道上海有崇明区 的确 崇明区管理者绝大部分的崇明岛 但是在岛屿东北部仍有一小块地区 大约三个村子分属于江苏的启东市和海门市 那么为何会有如此奇怪的行政区画呢 其实答案还是长江泥沙带来的崇明岛面积扩大导致的 至少在唐代之前 整个长江的出海口并没有沙岛的记载 相传 东晋时农民企业军领袖孙恩乘坐竹筏逃往海外时 因其竹筏搁浅拦下泥沙 在长江口形成了最初的沙洲 这些沙洲鬼鬼祟祟 因此得名碎明岛 后来演化为崇明岛 不过这段历史可以看作神话传说 在正式奠基中 最早关于崇明岛的记载是在唐武德年间 当时的长江口逐渐堆积出两个沙丘 被称为东沙和西沙 到了宋代 又出现了第三座沙丘 名叫长沙洲 也是今天崇明岛的前身 经过元明两朝的发展 崇明岛面积进一步扩大 元朝再次设州 明代又改立为县 此后 崇明岛以及长江口附近的数座岛屿 共同形成了 巩卫长江口的天然屏障 因此在岛上建有海防设施 曾在抵御沃寇入侵的战争中 发挥过重要的作用 明代还给崇明岛起了一个富有仙艺的名字 银洲 将其比作中国东海传说中的仙山 不过即使到了明代 崇明岛的面积依然远远不及兴天 直到清朝末年 时间已进入二十世纪 崇明岛才有了今日的出息 而上世纪五十年代末 新中国成立十年了 崇明岛的大小也不过今日的三分之二左右 随着中国人口 自19世纪开始暴增之后 人均更立面积持续减小 沿海地区 维肯现象 加剧了崇明岛面积的扩充 在1958年之前 崇明岛连同其周边的这些沙洲 都属于江苏省辖区 后来崇明岛主岛与嘉定 宝山等地区 一同并入上海市下去 但当时 与主岛分离的几处独立沙洲 仍归江苏管理 这些沙洲 后来又随着崇明岛面积继续增长 才与主岛合为一体 从而形成了如此奇怪的行政区画 其实熟悉历史的朋友都知晓 中国东部的海岸线历史上 一直在缓慢东扩 秦汉市 不要说崇明岛了 今天大阪和上海 仍在海平面移下 而随着中国 两条自西向东的长江 黄河 每年都会将大量泥沙 冲入渤海 东海 造成海岸线东移 当然 这是一个缓慢的地质过程 无法以人类的寿命尺度衡量 但是 像崇明岛这样的岛屿 有没有可能在未来 继续扩张面积 甚至堵住长江出海口呢 这个问题看起来滑稽 但是你去网上搜索 还真有这样的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 各位大可放心 先从自然角度来看 由于地转偏向力的存在 长江会不断侵蚀 崇明岛的南岸 而北岸 则会继续堆积泥沙 假以时日 崇明岛反而会离上海 越来越远 而与江苏省合并 当然 这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时间 此外 目前以人类的科技水平 对自然的改造能力 完全能够控制 长江的泥沙含量 首先一点 导致崇明岛在过去100年 面积突飞猛进的根本原因 是因为在农业社会中 人口上升 人均根力面积下降 导致的危肯行为 如今 随着中国现代农业水平的 不断提升 早已告别了 这种严重 加剧水土流失的农业模式 其次 上游的人类活动 也会加剧水土流失 而中国已经开始 全面保护 长江流域的生态环境 往后人为原因的水土流失 会逐渐减少 更何况 中国还修建了 局势瞩目的 长江三峡大坝 可以有效地拦截 上游的泥沙 可以人为控制 调节长江的流量 这些都是古人不可想象的 凭借现代工业技术 我们有着更加强大的 自然改投能力 与保护能力 因此 担心崇明岛面积增长 而堵住长江 那可真是情人忧天了 今天的崇明岛 在很多人心目中 是一处不错的旅游去处 甚至还有些人幻想着 在这里投资 那么我们也再次设想一下 若改年后 倘若崇明岛与江苏省 在地理上合并 远离上海 那么岛上的行政 又将如何规划 因为现在的崇明岛 虽然是一个完整的岛 却有两种不同的右边 电话区号 电信服务商 这些对于岛上的人来说 无疑加大了生活的不便利 如果从暂时角度出发 将整个崇明岛 并入上海 可以解决问题 甚至让崇明岛 有着更好的发展前景 但如果考虑到 更遥远的未来 万一崇明岛 真的和江苏 在地理上合并 而与上海离得更远 只怕即便是经济发达的 对上海 也没有能力 从江苏身上割肉吧 实际上 如果去观察 中国各地的飞地的情况 总体上遵循着 发达地区 在相对欠发达地区 设立飞地 就比如上海 在其邻居的江苏省 安徽等省内 就有不少的农场飞地 这些飞地内的居民 享受着直辖市的种种待遇 很难想象 其他省份有能力 要回这些地区 因为从历史上讲 这些飞地 一般都是为了向上海 提供农产品 这些上海人 愿意去外地的重要原因就是 能够得到与上海 是同样的待遇 这才会有人前往 再说回除名岛的问题 根据中国目前 继续加快城市化 以及逐渐形成 大规模城市巡逻的格局来看 未来整个长三角地区 恐怕都会围绕上海 形成一个超级大都市群 即便除名岛 与江苏省 在地理上合并 也难以撼动 上海的经济地位 未来的除名岛 完全被上海拿下的概率 还是很大的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